两轮两车挑战可可心理 需要备多少物资 大家好 我是五股一 昨天呢 是住了亲女 把那些传单备照都洗了 把我那件羽龙服也洗了 但是还没有干 再晒一天应该就可以了 明天就要正式出发了 所以今天去大采购了一番 咱们看一下买了多少东西 整个后备箱都堆满了 你看 鸡蛋是必不可少的 两磅鸡蛋 还有一些双奶纯奶 这些是一些零食 还有就是各种面啊 粉啊 还有这些东西 你看 这个是一整只鸡 一些青菜 这两块是肉 到时候拿来腌制一下 这个是鸡腿 这个是牛排 买了一些牛排 一些肉馅 还有一些鱼 这个也是炒鱼 上面这个是排骨 你看 这些都是比较容易保存的青菜 不容易坏的青菜 买了这一些 这些干货 还买了一些干货 待会呢 我就是先要把这些鱼 都处理好 拿保鲜袋装好 放在冰箱 还有这两块的肉 我把这些鱼都先切好 然后面放一点点的盐 腌制一下 然后面拿一个个袋子 一条一条 分开装 这个牛排都是腌好的 但是感觉这个袋子不是很好 还是用保鲜袋 一块一块 分开 因为这样一盒 有两片在这里 每次要吃的时候来一块就好 现在完全都洗好了 也处理干净了 这个是排骨 这个是鸡 这个是炒鱼 这个是鸡鱼 待会全部用这个袋子装好就好了 全部一袋袋子装好 这样一袋袋装好 放冰箱就可以了 冰箱又给我装满了 弄了一下午 终于把我的冰箱给填满了 我这辆面包车 后备箱的储备空间 实在是太香 太给力了 你看这一边 这一格 放了一箱水 两箱可乐 待会明天还可以再买一箱水 这一边呢 就直接是天然的冷鲜 你看 所有的蔬菜都可以放在这里 娃娃菜 土豆菇 还有玉米 胡萝卜 青椒 还有这个紫薯 小贝南瓜 这都还塞不满呢 全部放进去 还好多空间 我还可以放好多青菜 这边就是比较方便的 各种粉条啊 米面啊 你看 您这边 您看储备空间太给力了 现在紫叉 把这个水桶的水给装满就好了 水也搞定了 忙活了一整天 准备工作终于做好了 我的电瓶 电已经充满了 然后面水也已经装好了 冰箱物质也已经装好了 还有我的传单 被罩也已经干了 也已经铺好船了 明天咱们就准备正式出发了 两轮两车挑战可可心里 大家好 我是吴古一 大家好 我是叶行 咱们今天刚刚从拉煞出发 你看两个人两辆车 刚出拉煞 这里到处都是雪山 这几天除了拉煞没有下雪 拉煞周围都下雪了 现在是走317 进到蜡曲 转109去可可心里 好像听说 听说109已经下大雪 路被分了 不知道到时候我们过去 状况会是什么样 咱们准备继续出发 先到蜡曲 今天的天气超好 蓝天白云加雪山 炒热 炒热 我认为 炒热 有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里就是蜡曲了 最近直播的烧烤好出名啊 但是这里去直播太远了 现在到了蜡曲 今天就准备在蜡曲露营了 虽然我们吃不了直播的烧烤 但是也是可以自己动手做烧烤的 现在过来逛一逛 准备买一些做烧烤的食材和材料 烧烤用的芝朗粉 这里是他们当地的市场 这些东西都好具有特色呀 但是我是想买羊肉 找了好久 终于还是把烧烤架给买上了 好 现在 上去 下面两个十字下去就有没有 那前面再走就有那个羊肉 对对对 下面两个十字就有 好 谢谢 烧烤架弄好了 咱们现在去买羊肉 他说再往前两个十字路口就有 找了好久 终于找到这一家专门卖羊肉的 咱们进去看一下 老板 这个羊肉怎么卖 这个都是新鲜的 45一斤 来来烤的话是羊排比较好吃吧 烤着吃 烤着吃的话羊腿好一点 羊腿是吧 好 行 那羊腿能不能把它切小块一点 羊腿这样切下来 不是 切下来把肉切下来可以吗 对就是帮我肉剃一下 骨头上的肉切一下 对对对 帮我剁小一点 对对 帮我剁小一点 帮我剁小一点 现在回到露营地了 先把买好的羊肉切成小块腌渍在那里 明天就可以准备烧烤了 这里就是咱们今晚的露营地了 你看烧烤架和羊肉都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咱们就转到109出发可可西里 到时候去可可西里无人区烧烤去 哎呀前面大货车发生车祸了 整个车子都坏了 开不得了 两轮两车挑战可可西里 大家好我是吴股一 大家好 谢谢 咱们今晚住上豪宅了 咱们看一下啊 今天咱们出了蜡曲走上了109 你看这边就是国道109了 今天这就是我们的豪华露营地了 一个破旧的空房子 咱们继续看一下 哎呀 没有冷住的啊 感觉有点恐怖呀 这个声音 怎么能剩的话呢 哎呀 确实是空房子 之前看得出来有人在这里露营过 哎还不错还不错 这里还有个房间 看一下 这个房间还干净一点 你把车挪到这里来吧 等后面我们这样就可以打一下风 好了停停 这样就这里就没有风了 你看这一大块空地 咱们把这里卫生打扫一下啊 待会在这里起锅烧油做饭 我都车上备有很多垃圾袋 搜尸完就是不一样啊 你看多干净啊 待会把食材拿进来 在这里起锅烧油做饭啊 这个是昨天弄的那个盐腿骨 待会把它炖摊 然后面再烤盐腿 这个是我昨天特地摆的收藏架 这个是我昨天特地摆的收藏架 进来 过来 过来 那你在外面待着吧 现在外面的风实在是太恐怖了 还好今天找到这个地方 咱们虽然没有办法去直播吃烧烤 但是咱们可以自己动手呀 是吧 这个架子看得不错 把这个烧烤架放在这里刚刚好 完美 你就负责把这个盐腿捕来来冻个摊 我来准备炖羊肉 这个烧烤是这样子的吗 太好了啊 然后面 放一些滋兰粉啊 放一些那个盐啊 那些 调腌制一下 这个真的是货增价实啊 看到没有 这真是货增价实的盐肉 嘿 穿好了 这还用冰扎了 这么多 够了够了 火已经点着了 准备开烤 准备上架了 这个全部一次性 这个是羊骨头 你看 一整只的颓骨 能闻到香味了 这边这个羊汤也上锅了 这个大块的盐肉 还有这个口馋 已经开始汁油 快熟了 好香啊 哇 这个流氛好给力啊 火还挺大的 先给你馋一个 还好今天找露营地找得快啊 刚才还是大太阳 现在你看 下大雪了 地板一下子就白了 哎呀 这个雪真大呀 对面的山都白了 你看 草漏已经吃完了 直接把这个汤放到这里 让它慢火弄好 外面天黑了 牵了一个灯泡进去 这个汤也好了 哎呀 好香啊 来一碗 睡觉之前 来一碗 乐乎乎的羊汤 然后就准备 吃完就准备睡觉了 哇 你看 乐腾腾的 现在外面好冷啊 吃完就可以准备睡觉了 好啦 喜欢我的点点关注吧 咱们开吃 待会给你吃点 两冷两车挑战可可心理 大家好 我是五谷一 咱们昨天晚上就是在这里露营的啊 昨天非常幸运找到了这个闲置的破房子 现在呢 是正在国道109 这里平均海拔都有4000多 所以天气非常的恶劣 看到没有 又下起了雪 然后面这里经常挂大风 在户外做饭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咱们昨天晚上是在这里露营和做饭的啊 你看 昨天还特地打扫了一下 你看 昨天在这里搬了好多家伙事 还做了那个牛粪烧烤 这是昨天的那个 那个盐腿骨煮了一个粉丝 准备吃个早餐 刚刚还下大雪 现在又出太阳了 一大早 来一碗乐腾腾的羊摊 加米线 拌一点外婆菜进去 还是好吃的 吃完饭准备收拾的时候 看到了远处 来了一批高手 冷冷咱们过去看一下 这个沿着这个109 好多这个都有这个电路 你看 都是他们在负责维修 像在这种高海拔的地方 走几步路就喘得不行 他们还要不停地爬上爬下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 这里都被拦住了 然后面他们在里面检修这些电路 你看这个沿着109整条线路 都是靠这样能工去攀爬 然后面去转安装这些线路的 看现在正在转这个线 现在一共是三个人在一起 这样在这里动 哇 不容易啊 像他这样一天不懂得要上下牌啊 多少次 还有不懂得一天要走多远的路 这就是我们的露营地啊 还是不错的啊 有一个避风杆 这里的风好大 咱们准备收拾东西继续出发了 我们也要准备继续出发了 我差 也乖乖走了 这里晚上温度很低 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打着火 看一下 还好还好 太阳晒了一下 它温度高了 就可以打着火了 咱们 哦 刚刚说它打着火就又熄了 刚刚说它打着火 就又熄了 不行啊 这里温度还是太低啊 不好打火 不长回事了 现在每一天打火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都是加了那个-20的油 还是这样比较难打着 我们慢慢的学会了坚强 只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霜 那跌倒的痛和爬起的伤 还有坚定的路过 我们已经是满脸的沧桑 岁月读拼了往日的忧伤 曾经年少情况 已成为国王 以为不就紧藏茫 现在到了安多县 准备下车买点物质 往后面找露营地 因为接下来呢 就是唐古拉山了 唐古拉山海拔有五千多 而且看那个实时路况 那里是正在下大雪大堵车 这个就是109安多路段的实时路况 你看 车根本都没法动啊 24小时才罗动了一公里 所以呢 今天呢 就是在这安多县附近找露营地 备好物质 明天出发 像这个安多县城的海拔都有4600 到后面到了唐古拉山是五千多 像这几天109的路况都特别不好 很多地方都是大雪分山 嗯 接下来呢 是翻那个唐古拉山海拔都是五千多 我们要做好打算 可能要在唐古拉山过两天的准备 因为那里实在是太堵了 这两天一直都在关注那里的路况 所以咱们今天是在安多县 安营扎在买点东西 明天继续出发 这里就是我们今晚的露营地了 安多县的春头 这里有一个游客服务中心 今晚就是在这里露营了 你看这个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那里有一个洗手间 那里就是刚才的那个安多县 再往那边的方向就是唐古拉山 好啦我们明天就准备翻越唐古拉山 刚刚醒来的时候外面下大雪 现在雪又停了出太阳了 这里的天气就是变化 一天变化好多次 平均海拔太高了 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 嗯今天准备翻唐古拉山 但是昨天听朋友说他那里已经堵了三天了 今天不知道能不能顺利翻过唐古拉山 因为最好的情况是当天就冷过 不要在那里过夜 不然在唐古拉山过夜的话 我怕到时候会严重高翻 因为那里的海拔太高了 温度太低了 我昨天开了一整晚的电热毯 现在我车内的电已经全部用完了 起船起船 刚收拾好就又下起大雪了 今天的大雪就几乎没有停过 就刚才停了半个来小时 像在这里就下这么大的雪 在唐古拉山海拔五千多 那雪只会更大 看来今天是没有办法翻那个唐古拉山了 因为我那个车是前驱车 在这个情况下很容易打滑 咱们先去找吃的 看一下待会天气能不能好转 你看山都变白了 现在真是出着太阳下着大雪 这里就是安多县 一来到室内它温度就挺高的 因为像他们这里 每家每户都会有这种战式的炉子 是一直都在那边烧着的 你看这里烧着热水 所以室内温度还是挺高的 这里有这些吃的 来一份简单的砂锅土豆粉 吃完还是准备继续出发吧 吃完饭回到露营地了 现在又出太阳了 但是出太阳这里的温度也还是很低的 看车下面的冰柱子都还没有画 趁着现在天气好 咱们看看能不能顺利翻过唐古拉山 车子还是先娱乐一下 每次都是这样 打火要打个半天 哎呀 这是终于打着了 现在距唐古拉山86公里 这刚出县城这雪就是越下越大 能见度越来越低 现在道路已经开始了解门了 真的是不敢开快啊 不过幸运的是目前没有遇到堵车的情况 都说蓝天是那白云的家 白云却连上了你唐古拉 刚刚是下雪又是烂路了 还是大破就见着这个 雨刮器刮不干净 雨刮器都坏了 现在必须停下来擦一擦 不然是没办法开了 这里就是国道109哦 你看全城海拔4000多 刚才还是下大雪 现在又是天晴了 这里玻璃必须得擦一擦 不然的话真的是不敢再往前开了 你看太脏了 只能先这样了啊 擦一下好多了 看这个蝉蝉的队伍真的是一眼看不到头呀 两边都被堵住了 虽然今天咱们顺利翻过了唐古拉山 但是还是被堵在了这里 看一下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呀 你看这个队伍老长了 半天没得动弹天已经黑了 放狗子出来上个厕所 看这么长的队伍 现在已经是晚上8点钟了 但是丝毫没有动的迹象 咱们还是很幸运的啊 虽然遇到了大雪和大堵车 但是咱们今天还是顺利的翻过了唐古拉山 天已经黑了 所以咱们就在这里路边上露营了啊 那边看到没有 就是国道109 直接在这边露营了 开了七八个小时的车 我车上电又已经充好了 今晚是没有问题了 好了准备起锅烧油做饭了 喜欢我的点点关注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